大家好,2024年11月5号,我们在老挝巴松这个地方的一个榴莲园 这个面积大概是接近100公顷左右 这个是两到三年的小树 我们今天主要来关注几个点 第一个是老挝这边,这一区比较集中种植榴莲的海拔 平均都在700到1000左右 海拔700到1000 就是南部这边老挝种榴莲的比较集中的区域 这边我们可以从土壤的情况来看 这边的土壤的质地都非常的好 这是表面的一个情况 看它的质地就有点像这个很好的这个戒指图的感觉 味道也非常的不错 芬芳的土壤 然后这边的气温呢 晚上是因为雨季刚刚结束 气温晚上大概会落到18度以下 白天的话太阳非常的充足 所以它有一个日夜温差比较好的环境 对榴莲以后的果实的营养的积累 都有比较好的正面的效果 那这边主要是做这个除草 它也不用杀草剂 所以对这边的土壤的情况呢 有比较好的一个保护 然后这个是已经使用了大力丸大概两周左右 可以看很多枝条鸭体都冒出来了 新叶都出来了 那现在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进行修剪 把树心给定下来 这个是相当安逸的一个环境 喔